YA 歡迎來到運動這句話 EP3 這一集我們要來教大家的是馬克超 在前兩集你已經學會了如何動態熱身 還有跑肢上的調整 那這一集就要來教大家進一步的跑肢訓練 所以待會我們會先做馬克超的訓練 那在訓練開始前我們一樣會有前後側 那這個目的是要先錄影在訓練前的跑步動作 跟訓練後的跑步動作 通常做完馬克超可以減少很多 就是腳不必要的後面停留 那就可以增加你的跑步經濟性 OK 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開始錄影吧 Let's go 這一集我們一樣要做前側的錄影 目的是看他在跑步當中後收的這個動作 因為有時候如果沒有訓練 你的後收會比較慢 這個時候跑步看起來就會停留在後面比較久 所以透過馬克超可以強化這個部分 OK 準備 3 2 1 Go 開始訓練馬克超之前呢 現在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要練馬克超 好 那其實剛剛有看到跑步的動作啊 我們大概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腳從後面抬起來這個階段 腳往前抬 那第二個往前抬腿之後呢 接下來準備要做的動作就是落下往下踩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動作 第一個會練馬克A就是抬腿 第二個馬克B就是練下抓 那第三個階段呢就是你的腳要從後面的腳 然後縮回來重新做一個循環到馬克A 馬克B 馬克C 所以它就是三個動作一直在循環 所以我們等一下練習的動作會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抬腿往前 身體90度馬克超A 然後接下來馬克B的動作 抬腿完連接快速的往下踩下來身體下方的動作 這是馬克B 那最後一個馬克C呢 就是練習你的腳後腳趕快縮回來的動作 準備開始下一次的馬克A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拆回三個階段來訓練 OK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馬克A開始 好 那我們第一個就要練習馬克A的動作 那練習前我們先從動作了解開始 等一下的動作我們站側面的動作 然後身體直立 那要練習你的腳啊 就是抬腿三個90度的動作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大腿跟身體軀幹乘第一個90度 所以腳還是太低的先拉起來 第二個是大腿跟小腿乘第二個90度 第二個是小腿跟腳踝 在三個90度的動作當中 維持這樣持續的往前走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像這樣 抬 換邊 抬 換邊 好 仔細看喔 先鋒利索 你的屁股已經開始坐下來了 身體打直 抬腿的時候 側面看起來腳都是大腿上抬 大腿上抬 對 好 手前後擺的時候90度 90度 90度 往後擺的這個夾腳沒有不見 然後身體打直 屁股不要縮起來 好 小腿的話沒什麼問題 下個動作 OK 我們了解怎麼做馬柯A之後 我們就開始加入一些比較動態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從那邊 然後做到那邊是終點 那等一下的過程當中要保持做馬柯A的動作 那我們是移動的 剛剛是原地的 我先做一次給大家看 等一下的動作就是抬 換邊 然後眼睛持續平視前方 抬腿的過程啊 手前後擺90度不要不見 然後都保持3個90度抬腿 像這樣的動作 OK 換你們 OK 好 來 換你們出發 預備 GO 抬 換邊 好 慢一點 走慢一點沒關係 大腿抬 3個90度 手往後擺90度不要不見 手往後90度 對 很好 眼睛平視前方 右手往後擺90度 很好 OK 接下來我們剛剛要把動作延伸 從靜態變動態 所以剛剛是走路 等下換墊步 動作一次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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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拍向前 抬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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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這樣的動作會比較接近跑步的狀態 那動作做起來會比較流暢一點 OK 換你們出發 可以再做一次嗎 像這樣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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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準備 預備 GO 1 2 1 2 兩拍 對 1 2 1 2 打直 很好 手前後擺的時候保持90度不要不見 好 但因為天母縫底索 在剛剛的動作沒有非常流暢 通常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會增加幾樣的動作訓練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把節奏 稍微換步的頻率下降一點 然後讓腳停留在馬克A的動作久一點 所以等一下動作會像這樣 馬克A上去90度 然後我們在原地先跳兩次 1 2 然後在空中換步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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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像這樣的動作 那這樣的動作可以加強就是你如果 動作記憶上比較沒有那麼快著手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做這樣的動作會比較好入手 我們來做一下動態版本 1 2 1 2 1 1 2 換 換 換 前進慢一點 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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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去帶動腳 換 換 換 對 身體不要後仰 屁股往前推 1 2 1 2 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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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停 像這樣的動作就可以加強就是馬克A 如果你在節奏上沒有這麼協調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把它拆解開來會比較好做 OK 我們準備做馬克B的動作 好剛做完了馬克A 接下來我們把動作延伸到馬克B的動作 馬克A做完抬腿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訓練腳往下踩的這個主動下踩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的動作我們先把你的手環抱大腿 然後放掉 環抱大腿 放掉 去感覺一下腳在下來放鬆的這一刻 是直接掉下來不出力的 有些同學在做馬克B的時候可能會像這樣抬腿 然後踢出去抓回來 但你一踢出去的瞬間屁股就會留在後面 所以記得馬克B的動作先跟一樣 先抬3個90度 著地之前 畫圓下抓 對 畫圓下抓 那等一下的動作我們就一樣先從走路開始 抬 畫圓 抬 畫圓 訓練你的腳主動下抓拉回來後腳旁邊的動作 那如果手怪怪的人可以先插腰 就抬 畫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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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像這樣的動作 OK 那我們就開始訓練吧 好 我們從馬克B的走路開始 馬克B走路 OK 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預備 抬 畫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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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腿不要踢 放鬆掉下來後腳旁邊 對 掉下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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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很好 一廣前推 刷地的聲音不見了 拉回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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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不要踢出去 小腿不要踢 對 小優很好 好 大腿抬 小腿放鬆 小腿放鬆 很好 放鬆拉下來 剛做完馬克B的前進往前走的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做到動態的部分 那動態呢 等一下我們做的就是一樣 電步向前 那電步跟剛剛馬克利的動作一樣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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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個動作比較容易錯誤的就是有些人 他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手會刻意的 就是不經意的跟著畫圓 所以手可以先插腰 那動作記得是抬 畫圓 1的時候3個90度 2的時候畫圓下來後腳旁邊 那我們先做一次電步向前的 動作會像這樣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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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現在抬3個90度 小腿不要一開始就往前伸 好 前進再慢一點 1 2 1 2 1 2 2 對 很好喔 畫圓拉下來後腳旁邊 小腿不要踢出去 直接抬3個90度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一樣要做到 比較進階的版本 因為剛剛做完 單純的電步還是會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一樣會做單腳兩次的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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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空中換部的馬克B的動作 OK 一樣是為你加強的 好 我們就開始吧 1 2 1 2 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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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刷下來 換 換 換 往下 刷下來 對 好 你的小腿還是會往前踢出去太多 就是直接化園下來就好 大腿抬 小腿放鬆 OK 再加強做回來 GO 1 2 三次了 兩次而已 1 2 1 2 換 對 刷 刷 對 YES Bravo 接下來可以進階到最後一個馬克C的動作 好 剛做完馬克A抬腿馬克B下抓 接下來就是要訓練你的後腳 縮回來的這個動作 後腳如果可以在跑步當中主動做回收的動作 你的腳在慢動作看起來 就不會有太多在後面停留 就可以減少從後面拉回來的這個期間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加強的動作就是腳 從後面主動的抬腿流到屁股下方 所以馬克C的動作 大腿在側面看起來大概是45度 然後你的腳踝會在屁股正下方 所以動作就是夾腿向上 抬 抬 跟馬克A有點像 但他的動作會是大腿主動抬 帶動小腿被動的跟上 大腿主動抬 帶動小腿被動跟上 OK 所以等一下我們練習的動作就是 夾腿向上 抬 抬 抬 大腿抬 小腿跟上 大腿抬 小腿跟上 對 好 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接下來夾腿走路 預備 GO 夾 換邊 夾 大腿抬 小腿跟上 小腿比較刻意的往上勾 抬大腿就好 小腿放鬆 對 小腿放鬆 然後手往後擺90度 手肘往後推 對 對 很好 夾腿 夾腿 大腿抬 小腿跟上 小瑜你的動作 在往後擺的時候 手還是到這裡就好 你的動作到這邊會掉下來 如果手往後掉太多 就上一集講的跑姿會幫你往後旋轉 只記得 對 你的手到這邊就停 到這邊就停 好 髮關節旁邊 好 我們剛剛已經做完走路的動作了 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到 墊步抬腿的馬克C 所以動作看起來就是 夾腿 然後是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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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拍向前 夾點夾點夾點 OK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好 等一下馬克C 向前的夾腿一樣是兩拍 動作是一二一二 抬大腿四十五度 腳留在屁股下面 OK 我們一起出發 夾 GO 一二一二 夾 換邊 抬 大腿抬 小腿被動的跟上 抬大腿小腿自動往上 好 留在屁股下方 抬大腿 落地的時候不要腳跟著地 空底手不要腳跟著地 OK 好 最後一個呢 我們馬克C動力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會跟馬克A結合 剛剛馬克C是四十五度的抬腿 那等一下我們馬克A是九十度嘛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兩次的四十五度 然後一次的九十度 所以動作會是這樣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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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嗎? 兩個四十五度腳都在下面 三的時候腳抬起來在前面九十度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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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我們一起試一次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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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個四十五度一個九十度 一二三 一二 OK 好停 我們剛剛有停下來 然後等一下我們做的是直接接起來的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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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動態的方式去完成 兩個四十五度抬腿 一個九十度抬腿 OK 試試看 好 準備喔 來 預備 GO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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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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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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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 三一二三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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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身體不要後仰 收下巴 好醜喔 超不協調耶 馬克超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就來進行訓練後的錄影 來看一下 後腳收回來的速度有沒有變快 OK 準備好了嗎 好來 三二一 2 3 1 再 about oooo go gal 1 2 3 5 我要講的就是後腳離開地板之後 拉回來的這個時間 1 2 1 2 這是小U的動作 這是第一次 離開地板 1 2 我們再看的是離開地板之後 膝蓋什麼時候 開始往前進方向移動 離開 1 好 我們看一下這訓練 這訓練前嘛 我們來看訓練後 好 這訓練後第一次 這聽不懂得說 離開 膝蓋就馬上會跟著往前走 1 2 1 就是你的膝蓋會變主動的向抬腿的前進方向移動 好 這是小U的 離開 膝蓋就往前 離開 膝蓋就往前 那般的動作看起來 你們還是有一些動作可以優化的地方 所以請兩位還是要回去看一下 看能不能跑姿訓練 但是這禮拜的重點就是馬克超 訓練你的腿後收往前抬的這件事情 其實看起來都有明顯的進步 所以其實在經過馬克超的一連串訓練 除了上禮拜的跑姿優化之外 還是可以透過馬克超來精進 上禮拜沒有練到的 就是腿後收的這個部分 因為當腿後收的這個時間可以進步的話 你就可以大幅的減少 腳從後面拉回來這個時間差 那如果比一場比賽下來 其實這樣節省下來 你的跑步經濟性就可以更提高了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你家的梁則睿 我是天母佛女索 我是小U 好 那記得按讚我們頻道 訂閱 分享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那就停下來 不然你直接會被殺掉 多久了還在猶豫而行 好 預備 白癡 好 預備 GO 你剛剛死了幾次 哈哈哈哈 這個格很老 剛剛好辣子 那個人還是唱出來 哈哈哈哈 誰唱出來 哇 你還會唱 哇 哭 冰壓實力大 這不是這樣子的產品 這是一群人在那邊玩遊戲